在8月底的时候 有这个药界清华之称的 中国药科大学是全面引入了人脸识别技术 不仅是可以用于这个门禁 还在试点教室安装摄像头来刷脸考琴 并对学生课堂的一个听课情况 是实施了一个全面的监控 有报道就是说在部分教室试水之后 逃课和替同学达到或将是成为历史 确实 我想有读过大学同学 可能在学生时代都曾经试过 或者曾经有过这方面的幻想 就是说可以有同学帮自己来迁道 对 早上起不来了 就说你帮我答一下道行不行 当然了我们绝对是不提倡的 绝对是要反对这种风气 但是这个真的会成为很多人的 一个大学时候的一个念想 所以现在看到人面识别技术 是真正要将这些可能想偷懒的同学 这个念想是要彻底地给掐灭了 一早就一切是早有端倪 早在六月份的时候 当这个学校里的小周同学 他就收到了学校一个通知 就表示说为了要做好人脸识别系统 学生是要提交比较高要求的照片 来做一个信息的采集 而两个月之后 小周就正式地是体验到了 人脸识别的应用 像出入校门还有图书馆等等的这种地方 刷脸通过都不用再费劲去找学生卡来拍卡了 确实还是蛮方便的 但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是 这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风暴 最初的宣传焦点是学校应用了先进的AI技术 但是风向很快就转变了 更多人开始向对教室里面无时无刻的监控 是开始感到了一丝恐惧了 对 这个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 中科院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张山世光 他就在看到了这条新闻以后 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奇怪 他说其实这个研究人脸识别技术 已经有20多年了 在业内一些科技公司 早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设想 或者是说已经是拥有了 接近于成熟的技术 一些学校和培训机构 是正在积极地拥抱这一项新技术 所以这些系统的做法 普遍都是比较类似 那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 就开始用这个摄像头 来扫描一次学生的脸部 那么采集并且分析 他们的作姿表情 让来评价他们 有没有在上课的时候 专注地认真听讲 那么山世光就把这个人脸识别 监控学生状态的能力 称作对人的深刻理解 那么这相较于常见的 用于门禁刷脸的身份识别能力 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了 它需要是深刻来理解人类 那这个本是人们对人工智能的 美好期待之一 但是用在教室这个场景之下 好像已经引起了学生们 极大的一个不适感了 大家主要的一个争议点 主要是在于公共场合之下 这个个人信息被利用前的一个知情权 信息被采集的范围和使用边界等等问题 不同职位的教育工作者对此 也是有着不同的态度 那么学校领导是倾向于认为 该技术是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 而一些教师则是持了反对意见 认为这个自己也是被监控的对象了 其实中国药科大学 在使用这一项技术之前 曾经也向当地的公安部门 和法务部门咨询过 他们得到的回复是 教室属于公共场合 所以不存在侵犯隐私权的问题 但是中国政法大学 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薇就认为 人脸识别是要获取学生的肖像权 这肯定会涉及侵犯学生的隐私权 那尽管很多时候在使用肖像权上 学校会和学生有协议 但是学生通常都是弱势群体 这样的协议应该是无效的 所以说人脸识别监控的行为 还是值得去探讨 而教育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是即便不讨论隐私 用人脸识别来监控学生的状态 更是涉及到了教育的根本的价值观 在这样的一片质疑声当中 教育加AI却正式在成为 未来教育的趋势 一个绕不开的疑问是 人脸识别在校园里使用的边界 到底是什么 那么教育部已经就中国药科大学的新闻 做出了回应 说目前教育部正在针对人脸识别技术 制定相关管理文件 人脸识别进校园既有数据安全 也有个人隐私问题 那么对于学生个人信息 要非常谨慎 能不采集就不采 能少采集就少采集 那尤其是涉及到个人生物信息 以人脸识别起家的矿式科技 近来也是被推向了一个风口浪尖 9月份的时候 矿式科技智慧课堂解决方案的视频 在网上开始流传 视频当中公司是运用人脸识别技术 学生的脸是被方框圈出来 旁边是显示出专注度是33% 还是百分之多少的一个表情分析结果 同时还包括有趴桌子零次 玩手机零次 睡觉零次 听讲六次 阅读八次 举手六次 等等这样的一个先进科技 那这个数据一出来 让很多人是不寒而栗 不过据何时 中国药科大学使用的 并非是矿式科技的技术 但是这个视频 却是成了人脸识别 监控学生状态最形象的一个注解 我也在网上有看到过 这个视频的样子 确实在旁边就可以出来一个 这么阅读几次 低头几次 什么视频玩手机 甚至会很紧张 但是你想想看 这个其实他说的是一个表象 你如果拿着一本书 就这么光光地看着 我其实没有进脑子 但是你会认为 我是在认真的读书 是吗 其实这个当中 还是有很多 需要再去研究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矿式科技 很快就是做出了一个官方的回应 称现在网上出现的那些 课堂行为分析图片 也只是一个技术场景化 概念演示 矿式在教育领域的产品 专注于保护孩子 在校园的安全 其实他就列举出了一些方案内容 主要是在出入校园的身份识别 但是这样的解释 是很难有一些自圆其说 这么一个解释 那陷入了争议和风波 对于刚刚来申请IPO的矿式来说 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在8月25号 矿式科技在港交所提交IPO招股文件 一旦成功IPO的话 矿式科技将会是AI上市的第一股 那作为这个AI的明星创业公司 矿式一路是高歌猛进 正是代表了内地人脸识别产业的一个发展速度 以人脸识别发家的商汤 矿式 伊图 云丛 四大计算机视觉四小龙 一直是资本的宠儿 同时也是人工智能公司中的网红 IDC统计2017年CV四小龙 合计占据计算机视觉应用市场 69.4%的一个市场份额 那在所有计算机视觉创业公司当中 人脸识别的公司数量是最多的 那么技术成熟度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刚刚月龙所说到的这个四小龙 它其实都是基本上都是靠这个人脸识别的技术来起家的 不过这些以单点技术起家的CV公司 其实它现在是正在努力地摆脱CV标签 从最初的算法提供商 转变成平台或者是服务商 从头部公司探索的应用场景来看 计算机视觉的应用仍然暴露出了明显的问题 就是这个应用领域重合 落地产品同质化激烈 是异常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确实 那不少业内人士也都注意到 就是随着人脸识别技术应用 进入到一个井喷起 挂羊头卖狗肉的产品确实不少 当中存在着比较大的产业泡沫 以最常见的这个烤晴机为例 价值数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而一些畅销的千元机呢 只要脸部采集的数据能吻合六成以上 便能够认定是同一个人 那么市场是良幼不齐 很多打着人工智能旗号的人脸识别技术 真假难辨 而人脸识别公司正在不断地尝试 来打破更多的边界 急于向投资人来证明自己的估值 最近还看到一些新闻 说这个三星的手机 存在着一些这个指纹识别的一些漏洞 就比如说我的手机 用你的指纹好像也可以解得开 确实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例子出来了 那所以呢这个对于再高一层的这个人脸识别 这个识别的这个技术 到底是否有多少的一个可靠性 这个还是要在现阶段打上一个问号 确实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 AI的过程当中 如何把握好它的一个应用边界 同时给人们保证一个更好的一个安全环境 是他们下一步应该要思考的问题了 确实啊 不过不仅在中国当前全球很多的国家 都被笼罩着被人脸识别监控的忧虑 美国也是开始一些出台一些禁令 所以我们也要再静观其变了 这些时间关系 那么财经时间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